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创世纪讲义》第28讲 约瑟为酒正善长 与法老解梦 波提法的家里头 所有的一切事情 看起来和以前都不太一样了 因为自从约瑟来了以后 这个家庭里面 凡事都得到神的祝福 那时波提法将家里头 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了约瑟来管理 只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他一概不知 或许波提法要经常在法老王面前侍奉 另外一个原因是埃及人 不可以跟他们所谓的外邦人一起吃饭 难怪波提法除了自己吃饭的事情以外 其他都交给约瑟来管理 那么这个事以后是指约瑟被波提法的妻子告他性侵以后 那么他就被下到监牢里面了 那么究竟过了多久 圣经没有明讲 埃及王的酒正和善长 那酒正是监管王的饮料 并且为王倒酒 而善长是足理王的善食 这两个职份都需要防备别人来下毒药 来谋害国王 因此都是王的亲信来出任的 是属于宫廷里头的高官 得罪了他们的主乎埃及的王 酒正无辜被连累 但是古时候帝王的喜怒无常 所谓得罪 不一定是指他们做了不利于王的事情 可能只是一时不谨慎而触犯了国王 那么约瑟就侍候他们 由于他们是高官 因此他们在监狱里头 仍然要受到别人的侍候 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大约一个月以上 可能多达一年 约瑟在监狱里面来侍候酒正跟善长 正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 使他得知法老王的性情 还有宫里头的事物 对他日后做宰相不无帮助 凡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 无论大小或福都与我们有益出的 这两个人九正跟善长 同业都做一个梦 那么这个梦都有讲解 这个梦是出于神特别的安排 为了要使约瑟将来有机会被引荐 法老古时候人们相信梦是有它特别的意义 可以作为做梦的人预知自己的未来 由于梦通常是用象征来表达 解梦的人必须能够查考 以往所累积有关梦以及解释的经验数据 他们相信神透过梦与人沟通 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会解释梦的含义 如果有意启示含义了 那还得要用得着这个梦呢 但是约瑟确实持着不同的立场 他没有查考科学的文学 反而直接来求问神 但无论如何 他诠释的方向 依然跟某些的解梦文学 所建议的相同的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两个人也跟约瑟做了好朋友 有一天 这两个人同样的都做了一个梦 在这个梦当中 纠正他是梦见 他的眼前有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 枝子好像发了芽 又开了花 其上的葡萄都成熟了 后来法老的杯也在他的手中 他就拿着那个葡萄 挤在法老的杯中 把这个杯递给法老 让法老来喝 以后善长他也做了一个梦 他说头上顶着三筐白饼 在上面的筐子里 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后来有飞鸟来 吃掉他头上筐子里的食物了 久正来挤这个葡萄汁 葡萄汁是红色的 这个红色代表喜事要来临 而山长头上有那些饼 那些饼是白色的 也似乎是不好的预造 有一天早晨 约瑟来到他们那里 看到他们两个人满脸愁容的样子 就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有愁容呢 他们说 我们都各做了一个梦 但是没有人能够帮我们来解这个梦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相信那个时候的酒证 一定满口答应的说 好 当我出去 我一定会纪念这件事情 约瑟本来都是经常祷告的 经常依靠耶和华的 怎么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向人来祈求 请人来帮助他 说酒证啊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 请你要纪念我 如果他这个时候 仍然是依靠神 可能不需要再等待两年 他来到埃及地 已经11年了 从17岁到30岁 才被提升做宰相 如果当时他依靠神的话 神或许会叫他提早离开监狱 过了两年表示 酒证把约瑟忘记 一眨眼就过了两年了 那么这两年对约瑟来说相当重要 第一 让约瑟可以学习单单的依靠神 而不是在求人 第二 使约瑟从被关的监狱当中的 这些达观险要 能够向他们来学习 许多治国之道 第三 让约瑟达到了30岁 才能够被神所使用 那么有七只母牛 从河里上来 在尼罗河一带地方的牛之 喜欢浸在水中 只把他们的头露在水面上 以躲避猎日和苍蝇 牛代表是荤的 又美好又肥壮 表示因草料充足 因此长得肥美 那么七只母牛预表七年 七只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 预表七个大丰年 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干瘦 丑陋干瘦 暗示说 由于连续干碳的七年 缺乏草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 预表随后将会有七个荒年 那些体格丑陋 鸡细肉瘦的母牛 把那七只体格俊秀的肥母牛 都吃下去 法老就醒了 本来牛是吃草 却因为大干旱的缘故 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牛 把那七只母牛给吃掉了 根据现实对埃及历史和习俗的认识 这无疑是最合逻辑 最合以的理解 然而圣经年代的资料 特别的显示发生这个事的事件 是比较早期的王国的第十二王朝 也就是差不多在主前1963年到1786年当中 这个史事当中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士 因此要将记载某一位在位的法老联系起来 是不太可能的 创世纪的作者赵立不提法老的名字 这个做法可能是故意的 埃及人把这个法老认为是神 以色列人当然绝口不提他的名号了 这个法老王他心里不安 是指他心境有如水风被搅动翻腾不移 埃及所有的术士跟博士 那么什么叫术士 是指那些专门研究有关秘术 巫术 礼仪典籍的人 那么博士是指星象学家 术士跟博士被埃及人视为解梦的专家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法老来解梦 按原文 法老所做的那个梦是单数的 暗示说这两个梦实际乃是一个 而术士跟博士却分开来解释 这个或许就是他们解梦失败的原因了 法老所梦见的母牛可能含有一个特别宗教性的意义 因为母牛是代表埃及的女神 这样的一个象征在古埃及的经文里头 有一本书叫做死亡之书 那么在这个死亡之书里头有描述一种神 也就是这个女神 她是以一个母牛来代表着 当法老做完了这两个梦以后 他心里开始觉得不安 因为这两个梦他实在无法了解 而且这个梦似乎要他明白 将来会发生某些事情 那个时候九正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才想起来说 曾经有一个人帮他解梦 而且所解的梦都意念了 他就想起约瑟 他已经忘记两年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 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约瑟曾经帮他解梦 所以他就赶快去跟法老王讲 说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解梦 这个人是某某某 他曾经怎么样的帮他解梦 把这个过程都跟法老王讲了 法老王就赶快派人去把约瑟招了来 这个时候约瑟就向法老王解这个梦 他说七只母牛就是七年 七个税子也是指这七年 这两个梦乃是相同的梦 后来会有七只又甘瘦又丑陋的母牛 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胶的税子也是七年 这就是指着七个荒年 法老听了这样的解释以后 他真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会有七个大风年来临 惊的是会接着有七个荒年 那怎么办呢 约瑟他说 这是神所命定的 而且他的建议都是对法老还有埃及有益的 让法老王觉得约瑟是又可爱又可信托的 神在这个时候也一样的会感动法老的思想 觉得如果能够得到约瑟来帮助管理整个埃及 将来他就好像如辅天意一般 在圣经中记载 法老就对约瑟说 神既然将这个事都只是你了 可见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的有聪明有智慧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和谈谈再会 さよう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